西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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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我是毛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開咧 如果你有穿過玉衣的以下流言加衣 穿過和服的流言加2 會穿和服的人以下流言加3 應該沒有加3吧 不會吧 我呢也是有穿過玉衣和服 還有正秀那種就是穿了出去拍照啊 那樣但是我從來沒有真的自己穿過和服 我一直很想學 我覺得和服很美 它是應該是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少數的發展國家 還會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穿的一個古裝吧 我覺得很難得很漂亮 然後現在呢我在自成縣的水壺車站 因為我在附近找到了一間就是 和服教室 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要當一個 一日的和服學生 然後等一下就要過去了 OK 那你們準備好跟我一起去學穿和服了嗎 Let's go 那個和服學校呢就在站前第一BIRL 所以應該就是在車站很靠近的一間大樓裡面 到了就是這裡水壺站前第一BIRL 感覺就不是那種很觀光客向的那種地方 連樓車也沒有特別寫 真的是很難當地日本人會去的地方 這是這裡Hakubi 這是這裡Hakubi 你好 請問一下 是這樣子一個榻榻米的和服教室 他們是我今天的老師 Sanuki先生 我是吉田 還有吉田先生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他們那個敬禮是敬很久的 我應該是很快的 真的 45度 45度 好那穿和服呢應該有些或許已經知道了裡面呢是只穿內褲跟內衣的 也是沒有這樣衣服的 所以你要先脫掉然後換他們和服專用的內衣 那我要先換衣服了 他們說因為直接脫褲子啊大家會害羞嘛 所以他們要用就是這一塊布 好那為了這個圍裙之後呢我就可以不害羞的把褲子脫掉啦 OK我的褲子已經換掉啦 然後現在呢要穿的是和服的內衣叫做 什麼呢 肌十番 肌十番 後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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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非常重要的是穿和服的時候呢一定是右邊再下 左邊再上 因為如果你弄粉的話呢 那是死人穿的方法 那是死人穿的方法 世界裡一隻只有一隻直線的衣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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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那個和服啊 真的是一種人生的安慰耶 因為和服要是穿的直是最美的嘛 所以他不要有那種什麼胸部啊 腰身屁股的感覺 他們一般是會塞毛巾 但是毛巾是比較進階的人在用的 像你一開始可能還不會穿和服 我們是來學的嘛 他會有一個這樣的道具 你可以比較簡單的用它代替那個毛巾的作用 很簡單耶 他的襪子是有扣子的很特別 他是這樣子的 卡進去 這是長的中襪 把手放在後面穿 哦 要從後面穿 不能像我們穿外套這樣 這樣是很臭的 你要先就是捏著最中間的頂端 然後變單手放到後面 從後面穿 先放到肩膀上 然後再穿 不能兩隻手一起 然後一隻手之後 再上右手 這邊不是有一條線嗎 對 但是要小心耶 如果拉太多 他們說會看起來很澀 就要把它弄小一點 大概七八公分左右 我們在老衣人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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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服有很多 導致讓你方便去調整衣服的 對 因為這裡會皺嗎 你要拇指 這樣子把它 對 拉開 啊 啊 啊 老師們說我做得很好 耶 喔 手好痠 喔 喔 喔 真的在上課耶 我覺得刺成縣的和服 真的是比較 傳統一點 因為像是印度很多觀光客 所以你除了那種 比較和的花樣之外 會有很多那種摩登啊 那些設計感的 但是 這邊真的是很 很傳統的 通常是就是比較強的女生 會選穿這樣子的和服 還有另外一個場合 很常見的呢 是那種大學的 畢業年齡 他們會穿 就會選這種花色很多 那 既然我也是很強的女生 所以我就選這一套吧 這邊 和服最重要的呢 就是 對齊中鞋 正常的話呢 是用繩子 但是我們是初心者嘛 就是 讓我們不要太 太緊繃 所以它是用這個 鬆緊帶 耳朵下面的位置呢 是 這個腕衣跟內衣要重疊的 大概這樣子 對齊中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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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呢 就是要穿腰帶啦 那腰帶之前呢 要先放這個 它是因為板子 為的就是要讓你的腰帶 是整齊平整的 等一下呢 我會用這個腰帶來穿我的和服 然後這個呢 就是我純粹練習啦 因為等一下我一定是失敗的 我還是會用回老師的那個套裝 對齊中鞋 也就直接打開 對齊中鞋 對齊中鞋 很難看 是絕對齊中鞋 對齊中鞋 它是2個? 我們只能做來自緩的 如果是2個回合 慢慢做來說 至少鞋 多好 它就是這樣 嚇到這個 讓大家預計一下 馬上出手 真的很難 讓大家知道 我看不到 這裡 我們是中了四個指的指 完成 啊完成了 我的人生第一次 自己穿 雖然沒有百分百 自己穿的和服 對啊 那我這一次來刺程嘛 就是體驗一天這樣子短短的課程而已 就可以穿這樣的一套和服嘛 像台灣的話是有直飛刺程線 所以如果你有更多時間 你可以直接來個兩三天 甚至更長 連續每天的來上課來學和服 那像我這一次做的腰帶 是最基本很常看到的腰帶嘛 你們如果想要學這種 就是日本人他們成人士會穿的 Furizote這種比較華麗的話呢 也是可以在這邊上到課 你看它的袖子是長長的 好美喔 OK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啦 如果你們覺得說有學到一點點有用的東西的話 就可以按個讚分享讓我知道啦 那最後我們就跟這位成人士小姐一起說 白白吧 白白白吧 如果有什麼想對我說的話呢 都非常非常 我摸到他的手 我剛剛很竟然就 手伸下去就碰到他的手 好那有什麼想要對我說的話呢 都非常歡迎在下面留言我都會看的 然後最後如果你已經訂閱了這個頻道 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掰掰 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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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ric